很微不足道 或是相當奇怪的事情 我們就給大家看這個 環保局的名片 清潔隊員的名片 你想說奇怪啦 清潔隊員 兩手應該沒有就是 冰冰冰 如果沒有就是 冰冰 掃手 在清潔 清理 他怎麼可能還會有辦法 這個時候拿一些媒體出來說 你好 初見 我是什麼啦 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但一人一合喔 所以說當然這不是什麼大錢 但是你只能看到說 為什麼老是腦筋都在想一些 奇奇怪怪的事情 還是因為是這個環保局長 馬仲豪他的要求 因為他可能出生是什麼 在商界 所以習慣印鳴片 我覺得我的環保局底下的一些 也要來印鳴片 老實說啦 說真的就是環保局 因為是謝國昂市長 他重點的局處 這個重點為什麼 因為電動機車 就是這個局在發的 所以說你可以說 他幾乎就是謝市長的親信 我認為謝市長現在認真講 你去中央黨 中央黨部開會 不如聽張志豪講 我跟市長講給你三個建議 你要除三害 第一害 林濤 徐巧鑫這種 在那邊租隊友 在那邊幫你增加罷免連署 幫你吹出投票率的這一種 你要拜託他們旁邊去 拜託別再說了 點去 這是你 別說別再來 第二種人是什麼 就是你的這些局長 處長 幕僚 甚至連律師 我覺得圍在你身邊的人 這個很像是怎麼樣 很像是以前 那個連戰身邊的那些幕僚 有很多身邊的幕僚 其實都只是為了要賺他的錢 不是真的是要為他來 讓他成功 所以說你就可以看得到說 你身邊圍繞這些人 到底有多少人在跟你講真話 到底多少人在跟你 真的是為你著想 為這個城市著想 你要好好想清楚 哪些人該留 哪些人該走 這個才是解決你罷免危機 真正重要的點 第三個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除傷害嘛 最後一個就是謝國楊市長自己 自己 你自己是什麼樣 劣根性太強烈 比方說 這個晚上 你遇到這個時期 稍微起心底一下 你就說 我要開直播 我要跟他們對罵 結果說真的 原本的事情沒那麼嚴重 因為你這個直播一開 結果導致後來 後續一大堆這些政治風暴 為什麼 沒有人擋得住你 你自己想要這樣做的 這你就不能怪別人 像這樣的事情 或者是什麼 謝友友 這些自己以前認識的好朋友 或者是這些什麼企業界的商界的 怎麼樣子的東西 你以為以前在那些業界 說真的那些好的人際關係 都是在商界在業界 這些都OK 但是你到了政界的時候 你就注意有一些採購法 有一些公開的這些資訊 有一些這些必須要公平性的維持 你都不太知道 搞不太清楚 所以說謝市長 你如果以上這三點 你都能夠有所改進 這才是真正能夠讓你安全下莊 可是我覺得他根本完全做不到 你這建議 根本就是要他的命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預言故事很重要 除傷害就是因為困難 所以才只有激勵人心的意義 所以說我們希望要是謝市長 你能夠在我面前 也上演一個除傷害 最後把自己也給除了 自己也給修改 不行 我還要當市長 你叫他除我自己 除自己當然是說 修改自己整個劣根性 修改自己整個管理的模式 跟這個 那你覺得謝國良他有修正嗎 還是說他已經沒補 所以只好昨天去黨專家去討救兵 我覺得就是他還是搞不太清楚 問題出在哪裡 所以說才要四處再去聽一些 其他人的意見 老實講 要是人家的意見都聽得進去的話 說真的 從你上任以來 要是有聽我們這些議員 苦口婆心的跟你講 認真講今天事情不會走到這一步 但是問題是什麼 問題就是 劣根性 然後以及這個 老是以為自己別人家 別人家懂 比別人家厲害 你今天到了黨中央去 認真講 黨中央裡面的人 給你的那些建議 你真的有聽嗎 你真的有聽進去嗎 如果有 為什麼還是放任 林涛在那邊說要罷免人家 你不是自己又再出來說 我覺得罷免不好 另外一方面林涛說 我們就是要罷免 又要議長 又要議員 全部都要給你罷免 到底哪一個才是你們的說法 到底哪一個才是你 你現在是四方小組 他的說了算 還是謝國良市長說了算 藍白強推國會改革 實為擴權 昨天五位欄尾到北投石牌宣講 名為國會改革 實為是想罷免吳思瑤嗎 先講瑞哥怎麼看 昨天那場宣講 好像說人數不多是不是 然後又衍生住 怎麼許巧慶說 是吳思瑤 又在造謠 其實還是說他濫用吳思瑤說要請客 因為他說他原本想要點個100份 結果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這個是藍偉他們 自己本身在昨天 石牌所舉辦的街頭宣講 我個人認為說可以找一個比較開闊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你們那麼多的卡司去 總是希望能夠有更多的你們的支持者聽到 你如果人一多地方小 就容易形成這樣的一個狀況嘛 萬一人多的話又擠得當地又塞車嘛對不對 擠得人水線不同又不好啦 那麼會引起這個軒然大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吳思瑤說好啊你既然 因為吳思瑤也是這個北投 最主要是北投跟部分士林地區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所以呢那麼他就很大氣的說 好沒關係你們八位的這個國民黨的立委跟議員啊 那麼到這個四間附近的這個餐廳啊 我請客他是說八位啦 八位我請客就對了 立委跟議員啦 對結果他也真的找他的助理喔 去付錢喔 那可是問題是後來找了四家那一家 剛好沒有開門 另外三家都買單啊 買了這個等於說三十位 那為什麼是三十位呢 因為有人 在他們還來不及去付錢的時候 就已經先來打聽了 說是要三十位吳思瑤請客 這個人是誰我不知道喔 那麼請這個等於到底是誰去這個等於 跟人家這樣講的這個我不知道喔 當然問題來了 那麼所以呢 他打電話回報了以後吳思瑤聽聽 想說本來要請八個人嘛 啊既然到底是誰 是對方還是誰不知道 反正說吳思瑤要請客嘛 這個結果呢 人家對方要三十個 那他很大氣的就說 好我們每一家都買單三十個 三十份三十人份 我請客總共三十三十 總共九十人份 每一樣都點三十份 他都買單了 他都買單了以後是不是會有 這個收據的發票的等等嘛 他也付錢了 他也買單了等等 本來這件事情就很好 因為吳思瑤自己本身大氣嘛 然後人家真的付錢了 真的請客嘛 結果突然宣講的時候 徐曉鑫講說 意思是說吳思瑤請客公公的 他講一套做一套這樣子 所以他本來要請大家吃一百份 結果現在因為吳思瑤意思是說一套做一套 結果他自己就買單了好像是一百五十八塊是吧 好像是一百八十五塊 一百八十五塊 一百八十五塊 這一代炸雞是他自己花一百八十五 我也不懂 要是我的話 我以前當 我以前在自由時報當媒體主管的時候 有槍擊案 警費對滋什麼東西 我都自己也買了好幾三千塊的東西啊 然後趕到現場去給大家吃 為什麼一個人只買一百八十五塊 一百八十五塊請大家 是幾個人吃啊 我隨便到公館 市立業市買了一包都可能兩百多塊 你買了一百八十五塊 你好意思在現場說要請人家吃啊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吳思瑤 這個地方宣講表面上宣講的是 國民黨的國會擴權等等 事實上要針對吳思瑤 來罷免吳思瑤嘛 他們現在就講說 北投吳思瑤嘛 然後萬華吳佩義嘛 他們現在國民黨就鎖定 這兩位民進黨的議員 那個立委嘛 這就是他真正的目的啦 但從這件事情上面 我都覺得啊 又來一個小鼻子小眼睛的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謝國良就是小鼻子小眼睛嘛 然後許小新也是一樣嘛 人家要請你吃飯 要嘛就大方的接受 但是查清楚到底怎麼回事 要嘛 人家如果今天從頭到吳思瑤 這小氣鬼嘴把他講這樣 但是事實上沒去做 那是吳思瑤不對 但吳思瑤也真的有去做啊 然後呢 你卻用這種方式來 來奚落人家 我覺得這是你不厚道 然後緊接二來就是啊 那麼講到許小新 我跟你講現在謝國良 我跟你講現在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啊 有兩個克星 有一個立法委員跟一個市長 將另外兩個政治人物 將決定他們生死 誰啊 板橋葉元之 要決定他生死的就是民眾黨的黃國昌 黃國昌如果跳出來聲援葉元之 那葉元之非罷不可了 因為他的仇恨值是最高的 黃國昌是全台灣政治人物裡面 男性裡面 仇恨值最高的 所以他如果跳出來 那他到時候會不會跳出來 他一定跳出來 因為他讓沐崑奇摸頭 他讓這個好友一變老大 他是這行的 就為了選新北市長 他跳出來支援 跳出來聲援葉元之 對他有百 他認為百利無害 因為藍營的支持者 可能會因為這樣子 你講義氣 所以把部分的票支持他 那另外一位呢 那麼就是許巧新 為什麼呢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本來照理來講 那時候啊 這個上海拆糧罷涼行動 又大粒冬 碎粒冬 為了能不能跨過三萬多份 還在那邊 大家還在那邊吹票 對不對 沒想到許巧新一出來 三千五千份 噼里啪啦的上萬份就出來了 對 許巧新的仇恨值是 女性的政治人物裡面第一高 只要許巧新 哇不得了 所有的人全部都出來 那個在那個 清鳥行動立法院的這個現場 也是一樣 男的就 黃國昌貼滿了一張又一張 許巧新貼滿了又一張 男女 他們兩個都這樣 許巧新如果到時候 真的真的 因為現在國民黨不是 四箭齊發嗎 對不對 如果四方聯盟到時候是 許巧新去幫這個 等於說謝國良助選的話 那我跟你講 那謝國良真的是 本來沒有事 本來無遺物的 可能搞不好還有 低空略過的機會 只要許巧新到就 沒有不可能了 還有另外做一個 很簡單的補充就是 剛剛褚英講到那個 國民黨的那個連署對不對 不要忘了 國民黨的四項公投聯署 由國民黨發動了反萊豬 在聯署前1611個人死亡 公投綁大選1606個人死亡 請檢調單位 還給我們一個說法 給我們一個公道 這個案子 偽造文書的案子 你們辦得怎麼樣了 國民黨連死人都可以聯署 還有什麼資格說別人 對 我們看到許巧新 因為一出手 是不是又完美的詮釋了 什麼樣叫做仇恨值嗎 明明是吳思瑶 大方邀請 你們這五位立委 或是議員等等 有八位 請他們吃在地的 食牌的四家小吃店 說他請客 結果許巧新就說 他原本想要抵一百份 所以柏惟 立委 許巧新很喜歡 扛他人之鎧 自己出錢只花185塊 說要買來請大家吃 這個是戰術 你們仔細看我們這一張圖卡 它是不是一半是炸雞 一半是炸漆 這個就是利用一份炸雞 把它的炸漆給轉移焦點 炸雞有多不重要你知道嗎 你看吳思瑶的發文 主持人你看吳思瑶的發文 他先介紹鍋貼餃子 他在介紹古早味 然後再果汁 最後才是炸雞 那理理論上一般人如果要去 他會先去哪一間 從第一間開始去嘛 他為什麼新聞點做在第四間 因為他要讓今天的新聞 一半是炸雞 一半是炸漆 所以這個是許巧新的 轉移焦點之術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今天也沒有大家都知道 許巧新應該會知道 因為周刊要報之前 他會先召會當事人 前一天晚上會打過去 喂 褚英委員嗎 我們明天要揭露你 今天塗的口紅的牌子 你有沒有什麼話要先講的 我們寫進去平衡報道 他會先召會你嘛 所以許巧新今天 昨天應該要知道 他今天就會被周刊寫 對 其實周刊爆料 那他會寫到他的先生 會寫到他的家庭 會寫到他可能之前 他們家的人就知道 這不是第一次 因為我們今年度才知道 周刊說他們家可能有 設炸的問題 因為我被發現說 原來去年就有 還什麼兩次不起訴 還高檢署 高雄地檢署 轉移到台北地檢署 很大一個事情 所以他想說 怎麼辦 明天 Google關鍵字就是 許巧新 炸雞 對 想了半天 吳思瑤剛好給了一條 他的出路 是炸雞 所以他就跑去買了 一百五十塊 一百八十塊的炸雞 吳思瑤算錯了一點 第一個 一般來講 國民黨要辦一個活動 在我的選區 邏輯上是活動辦完再吃飯 但是他們是活動辦之前就突襲 對 就去訂餐了 對 就先買了 所以 這是第一點 時間上的猜錯 對 因為吳思瑤說訂了三十份 三家店各付三十份的餐點費用 他真的有PO出他的收據 的確 吳思瑤去付錢了 對 這第一點 第二個 吳思瑤沒有想到 許巧新真的是 連這點錢都會省的人 對 所以他就真的就跑過去說 你要請 我也想要吃 他就跑去做了一段這樣的新聞 所以其實 這件事情沒有那麼複雜 第一個 他們本質上是這樣 第一個 許巧新去 北投宣講幹嘛 其實就是要煽動 這個國民黨 對 其實 國民黨在仇恩值高的 跟我們這邊看的不一樣 他們會覺得 吳思瑤的仇恩值是高的 他們覺得 柯建民 王定宇 黃姐的仇恩值是高的 可是其他的民調也顯示 大家覺得黃姐是無害的 覺得吳思瑤是能夠講道理的人 所以他們 無論如何 他們就選擇了 要煽動仇恨這件事情 把他們深懶的 覺得仇恩值比較高的 立委 吳思瑤 跑去跟他對抗 不過坦白講 我不認為這一招是聰明的 因為事實上是大家可能 因為在我的罷免案 或者是黃姐罷免案 我們有成案 焦點會集中在我們身上 吳思瑤是有經驗的人 當年在點兵點將的時候 是有點到吳思瑤的 他有在地實力的 對 吳思瑤是第一階段 就沒有過的人 吳思瑤當時是有被連署罷免的 他是第一階段就沒有過的 你跑去找一個 其實已經手下來一次過的人 再挑戰一次 我不認為這是一個聰明的戰術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你把所有的 台北市立委跑去講 講一講之後 只有徐曉星有新聞 其他人會怎麼想 以後你就自己去就好了 我沒欠你 我幹嘛要沒事去那邊 下班時間跟你在那邊站 還要動員 還要圍一圈好像很多人 所以徐曉星不斷地 在成就自己的個人秀的過程 其實夢程度是離中間選民 跟普羅大眾越來越遠 這個才是他最大的問題 不過因為徐曉星 因為知道今天可能週刊要爆料 那我們稍後談 因為他真的是還蠻會搞事的 因為他除了說要去 原本要點這個100份餐點 好像要讓這吳思瑶破費 真的是破大費 而且還搞出那什麼錄音 說什麼店家都不知道等等 所以楚音他在這個部分 也的確是很厲害轉移焦點 但是同時也堆疊了 非常高的仇恨值 今天早上我有陪思瑶 一起開記者會 其實思瑶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 那就是他確實是誠心誠意的希望請 但是我自己覺得 思瑶他錯顧的是什麼 錯顧的是 許曉星臉皮的厚度 因為你要知道 我們大家一樣都是立法委員 薪水領的也都一樣 那麼大家的基本開銷也都差不多 包括像區域立委就是有 服務處要設立 然後多一個服務處的議員等等 許曉星跟他一樣在台北市當立法委員 有什麼道理 真的許曉星真的敢跑去 真的是人家的好意 人家的客氣 他就實際上是好意 他就完全就不在乎的 就要去拿 你要知道 許曉星不會客氣的 你還記得 他不是要助列人送他手機嗎 是 對不對 很高興拿出來 所以我覺得思瑶唯一 就是錯顧的就是 這個許曉星 他的臉皮的厚度 你真的好意思 這個一份30塊 還是多少錢幾十塊 然後你就要去抗人家的鎧 但是我想 他說他想點100份 那當然啊 因為他就覺得抗人家的鎧 完全就很壯 沒在客氣的 我都想說 你自己在那邊辦活動 然後你要叫大家來 如果你要慰勞大家的話 你又自己拿出你的誠意 對 自己要出錢 結果你的抗人家的鎧 我也只能說 有 他自己出錢拿185塊 真的是 真的很大方 我覺得就這樣 他敢講100份 那你就去買100份 對不對 結果你就拎了這一份來 到底是給誰吃 不過我覺得除了是 思瑤錯估了 許曉星臉皮的厚度之外 我覺得跟他站在一起的 其他國民黨的立委 跟議員 同樣的也錯估了 許曉星搞事的能力 你想想看 這個一搞下來 如果今天沒有這個照片 大家知道張思剛站在旁邊嗎 知道李燕秀在旁邊嗎 知道羅志強站在旁邊嗎 完全不知道啊 因為所有的版面 都是許曉星的了 你看這就厲害了 今天我們陪同開記者會的時候 我就說了 許曉星真的是急了 但是人家急了 你說你還跟吳思瑤開記者會 來講這件事情 是 然後大家問的 從頭到尾 每一個題目都是 委員那你什麼時候去付錢的 你可不可以再回覆一下 你那個時間軸 講得好像請客的人不對 請客的人掏錢太慢 請客的人沒有遵守 要請客的承諾 但我就問了許曉星 你今天真的窮到只剩下急了 要吃這個炸雞嗎 一定要吳思瑤請你嗎 不是 但是他所有都是規劃好的 包括他去偷錄音這個店家 而且這個時間走你來看 連店家都可以偷錄音喔 而且還不只是錄一家 而且聽說 每家都錄喔 他第一時間錄了之後 就趕快傳給線上的記者說 來我有去求證喔 吳思瑤你就是公僧求的喔 但我要強調的是 吳思瑤有非常明確的說 當我寫完臉書之後 你的時間是傍晚 真的像我這種 常常去出席這宣講活動的 我們一定是到了現場 先做完活動 做完活動之後 如果有剩餘的時間 對 再來適合嘛 尤其是你看他設定的那個時間點 是不是就傍晚大家 上下班 準備下課的那個時間嗎 那是不是活動做完 剛好六點左右 離開六點半 那去吃個小吃 然後提振一下 北投的觀光很好啊 可是你會發現沒有 他相反 他其實只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我在這裡 然後我急了 我肚子餓了 然後你就只要提炸雞 不要提詐騙 是 詐騙主軸 就是徐曉欣想要轉移焦點 他弄了這一拖 還真的是蠻厲害的 大家去討論 他真的是到底吳思瑤 有沒有請客 然後徐曉欣又如何的 扛他人之凱 現在被發現 因為周刊今天就爆料了 那個詐騙案 是不是他們 早就已經知情了 來 見明哥 因為他說 連通話紀錄都有 就是說傳出劉項杰 杜秉承助理這些人 操控詐騙錢 保釋金由辯護律師 羅盛德帶繳 羅盛德一直無法收到 足夠的律師費以及保證 所以早上劉彥禮 就是徐曉欣的老公 對 劉彥禮 當然今天有開記者會 就是有記者訪問他說 從頭到尾不知情 但這裡面其實有很大的貓膩 那當然今天最新的畫面 一定要秀給大家看 今天最精彩的部分 是徐曉欣的門口 是出現的這個畫面 這是劉雨去拍的 曉欣今天很忙 辦公室門口貼了 開會中勿勞 所以就拒絕受訪 他拒絕受訪 那拒絕受訪 當然一方面 這個炸雞事件 讓他覺得很丟臉 這個一個立法委員 竟然連185塊的炸雞都要去扛人家 而且他也忽略一件事情 其實人家立法委員 在這邊做這麼久 不是假的啦 這些廠商都很熟 你去惹腦子